再一次我們到的熱烈獎勁歡迎歐老師 對不起喔 因為我今天做得很趕 五點半才開始做 因為太忙了 因為我站在這裡就看我就好了 不要看這個東西 然後我叫歐子佳 然後我目前我是 就是 我就是想要知道說 你們是不是配合的觀眾 本來我是想要一個破冰遊戲 後來我發現太色情了 想說算了 OK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摸一下 你的惡果肌一下 兩隻手 用力摸一下 跟旁邊的人摸個手 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旁邊的人名字嗎 對 對 人家會藍色衣服 為什麼你沒有做 對 前後啊 前後啊 對 都不知道名字了嗎 好 我要考試了 我要考試了 OK 請問他叫什麼名字 好 非常好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OK 好 其實我是交點第一場嗎 高雄第一場 我來的是第一場嗎 還是第二場 我去年 二月來了 是第二場嗎 第二場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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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在分享 就是說 我從國外回來 我遇到的culture shock 有哪一些 這樣 下一頁 下一頁 OK 這反正是我的破冰遊戲 後來 我有試用在我的那個 補習班裡面的家長 然後就是他們 每二十四堂課 我都會一定要辦個肯定會 我一定會逼家長來 因為呢 小朋友的學習家長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我就會逼他們就是上官海外表演 而且是臨時摳上台的那一種 然後所以導致他們都騎在對方身上 後來我發現好像這樣不太行 所以我就先取消了 OK 但是小朋友看得很高興 那就真的啦 下一個 因為我很喜歡觀察他們的反應 OK OK 我還有規定小朋友要自我介紹 一年級六歲小朋友一定要自我介紹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 像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他們根本 你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只會說我叫什麼什麼 然後period 什麼都沒有 OK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我的理念比較是 希望他們比較實際上 本來英文就是員工那種 所以自我介紹一定要做到 所以每一位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都會自我介紹 而且是三到五句以上的那一種 OK 要了解自己 OK 下一個 這是我上次分享的四點culture shock 然後呢 每一次 其實每一年 還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我家長數字慢慢的提升了 OK 前兩天我聽到了一位小朋友 他跟我說他定了 他一年級六歲 他說 媽媽說我沒有好愛 那我不能回家 因為我沒有家可以回 98也不行 99也不行 這樣 所以呢 很多孩子他們其實很在乎 就是父母的感受 但父母有時候很懶得去表達 他要傳達訊息是什麼 說不定他只是想要說 你要努力 所以呢 我看到沒有努力就OK了 可是他可能還不知道他 要表達的是這個 非句話這樣 所以他會說 用分數來定義所有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說 從家庭教育開始 他們已經是很冷漠了 在表達這方面 何況是社會 去年 我有分享過 我有比小朋友一樣 OK 我有讓小朋友出去外面 跟陌生人擁抱 HIGH FIVE 打招呼 幫助 等之類的活動 這樣子 OK 然後呢 台灣小朋友不知道自己 是 你們知道自己嗎 知道舉手 喔 不錯 有兩位 好 然後他們缺乏洞才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缺點在哪裡 然後呢 所以他們只會成績成績 再成績 然後哄爸爸高興 然後青少年 我們知道 懷孕墮胎之類的 OK 好 下一例 OK 我曾經有自卑過 OK 對不起 來不及做 在那個 我十三 十四歲的時候 我有出國 我是小留學生 其實 我是去紐西蘭 紐西蘭 國高中 那個時候 其實是 進了A加班 讀了半學期的 就是 考試的那種班級 然後呢 你只要少一分 就打了下來的那種班級 然後如果沒寫作業 數學老師就會把你整張桌子 往三樓這樣 丟出去 然後你要三分鐘內 也要把它剪回來 真的 對不對 反正第一次啦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剪回來 剪得太慢 然後還要跟每一個人道歉 說 我沒有用浪費了我的老師學生的時間 然後你要這樣跳 青蛙跳 這樣子 每一位 然後道歉 然後我就不管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這樣 我成績好不好 跟你的屁事 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就去New Zealand 我以為一切都會 非常的美好 就是國外教育 但是呢 可以下一張嗎 不好意思 就是 用沒有牌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因為呢 我在國外 我知道大家都看過這一張 我在國外的時候呢 我 那時候是國三 我必須要去學 生活管理 環境探索 夢想找去 同時間 OK 那時候又是正直青少年時期 大家都是四十五十六 那樣私小孩的個性 看到一個亞洲面可 不欺負他怎麼可以 所以我其實在國外有很長的 你沒有長一年收藏嗎 就是有被霸凌 就是說 像丟啊 丟東西啊 丟垃圾啊 然後大家做fucking action啊 什麼之類的 真的啊 對啊 然後呢 然後 像是毀了你的實驗作品啊 故意弄啊 有點像那種 那個 像 道明師那樣子 對啊 毀了你的實驗作品 因為我們的實驗都是一定要做 模型的 然後 然後一定要種田啊 一定要做他就會踩啊 這樣 所以我有一年是 其實是很低落的 沒有人尋求 因為是我自己出國了 然後呢 也不敢跟老師說 因為老師只會跟人家說 喔我請壞學生來喝下午茶 用彈的方式 所以他們也不會怎麼樣 他們就是想欺負你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在那個時候 我很吃力 因為呢 我從頭到尤山讀書考試 是真的 是真的 OK 可以放到前面 前面的 前面的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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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OK 這是我 呃 是不是介紹 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我在 我19歲的時候 我就去教當地學 這是我在澳洲了 那時候 我畢業之後我就去澳洲 讀大 考當地大學 然後 我做的一些工作這樣子 然後 我有去當地小學去教課 然後 除了推廣中文以外 然後 還有就是 就是幫助學校的行政事務這樣子 所以我就發現說 其實他們的小學生活真的是很幸福 他們每一個人都充滿感激 你給他一張貼子 他們都是可以跪在地板上 謝謝你的那一種 但是 想一下我們亞洲小孩 有做到這樣子嗎 沒有嗎 我可以下一張 Next OK 然後這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有做 我們在 有做的事情 我們有種田 OK 完肥料 種田 然後樂團 演戲 木環 然後主題裝扮 所以全校都要做的 只要有做的話 學校就會捐一塊紐幣 一個人有做 那全校如果兩千多人花 就是兩千嗎 這樣 然後時尚秀啊 然後 我們整老師就可以募款 這樣 真的 然後他喊丟老師 讓老師大家開心就可以募款這樣 然後或者是當奴隸 你可以 你可以當奴隸上台 然後你寒假 說500 300 600 然後他就跟著你一天 然後他可以當你的奴隸一天 這樣 很好玩 對 下一張 下一個 OK 所以這是我初衷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OK 我希望能創造一些像 因為我是經營個教業的 我覺得成績對我來講是還好 根本 只要認真努力 你不會笨到哪裡去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是反而是創造一個像 迪士尼班 因為我很愛學迪士尼 迪士尼班的一個可以感動人心的學習環境 就是我初衷 因為我從小學英文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從小學英文的時候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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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都覺得很討厭我 但是我還是很愛他們 因為他們帥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老師也很帥 所以我希望是說 我能帶給他們有歡樂的氛圍 這樣子 下一張 OK 我學到 欸怎麼辦 時間到了好幾張 OK 所以 其實我就是回來的時候 我開始接觸像是台灣的社會 而不是國外的 我發現很多現實面 然後我一直給別人的很多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一定要停止指出一張嘴 因為我每次 所以我家長說 我希望能辦個Scan B 我說好 沒問題 我每次都說沒問題 可是我沒有想過要什麼時候做 然後所以家長一等再等 一等再等 所以我每次都 就是 給人家放鴿子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自己太驕傲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在這三年 學到了就是怎麼弄張自己的手 然後呢 做了這些所有的事情 學會做這些所有的事情 然後學會經營一間補習班 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同時又不要注重成績 然後帶給孩子們歡樂 這個是要很長時間去培養 尤其是培養家長的氛圍 我覺得我滿proud 我做到這些事情 這樣 對 下一張 OK 這是我2015 你們都有那個嗎 目標嗎 都有寫下自己的目標嗎 都有去做嗎 我做了舉手 各位 很好 因為我去跨年時候參加 Rosa學姐的辦的那個workshop 然後它有一個標題就是說 你2015的新希望是什麼 對 然後我就決定我要做這些事情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本人的口才不是很好 所以我要練習怎麼樣交集人交朋友 這樣子 然後學習跟一些 一野合作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能開一個工作坊 for kids and parents 最主要是希望能教育家長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例如說什麼叫土瑞斯症 嗨你要取手下 什麼叫土瑞斯症 家長基本上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他們全部都會把它當作自閉症 是吧 自閉症啊 精神分裂症啊 精神分裂症啊 然後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好壞 對 他會影響到你特業 影響到你特業的之類的 對 所以我是說 這個很重要 教育家長真的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少 可以讓這個社會不要變得那麼冷落 OK 所以呢 我是希望我們做到工作坊 這件事情啊 Apple說你剛剛說要幫我啊 是吧 對 OK 你還要講到嗎 我講到 你還要講到 其實啊 然後練習觀察 消費者希望 我希望我的業務可以再強一點 可以去探討他們每個陌生人的故事 因為我每一天 即使我是進不教業了 我每一天還是會去學校 他們要接小朋友 去跟所有陌生人打算 直到他們認識我變朋友為止 這樣子 然後有些媽媽當軍人的 沒辦法顧啊 為什麼啊 之類的 其實我都是在做消費者行為的一些調查 因為我不本人 對 非常喜歡行銷 這樣子 然後可以順便收集一百個故事 這樣子 然後認識文創 因為那個orange 他也是壁畫的 他下禮拜來畫文西班 所以我想認識一下文創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 好 了解文創人舉手 沒人 OK 他 了解文創人舉手 他在 真的喔 OK 好 來 下一首 下一首 另外我要傳達的是世界上沒有小人 就留在小人戒舉手 小人戒指 小人戒指 很滿 沒有啦 沒有 因為我爸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你有小人 那你一定會有小人 所以呢 你要相信你四周圍都是你的貴人 那全部的人都會是你貴人 所以我非常的 嗯 對啊 我不是很care人家對我的評論是怎麼樣 我不喜歡比較 我也不喜歡說人家不喜歡做我們家考 人家怎麼多少學生之類的 我才不理他欸 OK 所以我一直說 要培養自己的正面思考 因為呢 你即使是 即使是人家批評你也好 你又不能控制人家 那你為什麼要想啊 你浪費你的生命去想那些事情做什麼 有很多人 因為是我生命很多人的 應該是新的都會跟我說 喔誰說我怎麼樣 誰說我怎麼樣 那我就不懂為什麼他們要浪費這些時間 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們要相信世界上沒有小人這件事情 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自己的態度 心態調整能加強團隊合作 OK 以前我都覺得人家很笨 現在我覺得人家很強 對 然後停止浪費時間 不要再看那個五樂片 對 好 下一頁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那個 學會勇敢踏出去就對 跟之前前幾位的理念差不多 因為很多人他們都很多的影響 很多的企劃 不是呢 合作三年他們還沒做 那先做了才知道困難點在哪裡 對不對 OK 然後呢我希望能變得更溫暖 可以顧及人家的感受 因為我說過不是很在乎人家的 不論的人 可是我希望我能至少要在乎人家的心情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希望能教導就是我小朋友家長也好 四周圍的 他叔叔和 國父也好 我希望他們能學習如何放手 覺得自己的父母有放手舉手 很好啊 成功的一群父母 非常好 因為真的父母實在是擔心太多 還是他們又幫不上忙 然後今天兒子又說 不要聽四十歲以後的人講的話 然後我就想說 他在講我爸媽 對 OK 下一頁 喔 其實我這一頁沒有什麼 你們都是我的櫃兒 但是我是要說 你可以來我家Party 我家住在屏東 潮州附近這樣子 然後 這是 我爸蓋的小木屋 小木屋 但是不好意思 因為都是被那個樹給 因為我爸都從苗開始種啊 種到現在啊 所以被蓋住了 然後就是前後院沒機會排 但是 炫耀一下在我爸做的 我爸是讀中藥的 by the way 所以他說 他都說看書就會了 但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我爸只是 可能有亞斯伯伯症吧 所以一切就會了 對啊 所以我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有空啊 有興趣啊 像你們啊 可以來我家做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做的那個 drunk cooking的 activity 是嗎 喝紅酒喝到醉 然後看誰的菜窯最好吃 類似這樣這種活動 對啊 應該會不錯這樣子 不可惜了 我非常都到這裡 都是講廢話 不好意思 謝謝您 OK 謝謝柔老師的分享 對我覺得 我覺得